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怕老婆的人数不胜数 唐朝在向黄玄陵 惹老婆生气后不赶回家 在朝中徘徊 竟要常态宗李世民下令让他老婆不生气才赶回家 宋光宗赵敦摸了一下宫女的手 皇后就把宫女的手砍下来送她 最爱的皇贵妃被活活打死 也无可奈何 只能躲到被窝偷偷哭 今天要讲的这位 也是怕老婆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被老婆拿着鸡毛胆子吓得钻到床底下不赶出来 此人就是清朝康熙时期在向索额图 索额图可以说是康熙最倚重的大臣之一 秦欧拜 平三番 争格尔丹 与沙额签订一部处条约等事件中 索额图都没少出力 有着如此大功 索额图在朝中 人望很高 治国 平天下都是一把好手 可是说到齐家 索额图就不咋的了 尤其是因为怕老婆 更是没少被同聊笑话 以此 高氏期间索额图没有前来一事 很是奇怪 便叫手下小丽去请索额图 没想到 小丽到了索额图家里 却看到了让她目瞪口呆 终身难忘的一幕 只见索额图老婆目气冲冲的拿着鸡毛胆子指着床底下说 你出不出来 索额图却躲在床底下说 男子汉大丈夫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小丽看完后哭笑不得 立马替索额图解围 被床底下的索额图说 索相 皇帝找您怒功一事 索额图才怒气冲冲的从床底下钻出来 可能是脸上实在挂得住 临走时竟然对老婆放狠话说 有皇帝给我撑腰 你能奈我何 估计回家后 又得挨一顿猛笑 对于怕老婆的人 一般有三种 一是真怕 二是疼爱老婆 不跟他计较 三是觉得烦 宁愿受 法也不愿意浪费口识 各位探官 您属于哪一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